剛剛聽到國民黨的立委 講說這個馬錫慧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本席也認為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情 尤其是在國際媒體的前面 尤其是在跟中國的領導人 在會面的這個事件上 這個何其重大 但是我們要決定這個重大的事件的時候 難道不需要事前跟國會做一個充分的溝通嗎 來反映全國民意嗎 為什麼我們的院長要媒體暴露了這個消息以後 他才知道 這個根本藐視國會嘛 那我們身為國會的立法委員 這個尊嚴都不要爭取嗎 那麼針對今天國民黨黨團提案要讓馬英九來立法院 針對馬錫慧進行專案報告 這是沒有意義的啦 本團認為是沒有意義 因為事前的監督才有意義 事後的報告等於是說 生米煮成熟飯 而且是酸臭的飯 那麼硬要台灣人民硬吞下去 這個我們沒辦法接受 馬英九當了七年多的總統 他的民意支持度只剩下多少 9%而已啊 那這個能夠代表台灣跟中國國家主席見面嗎 不被台灣人民信任的馬英九 憑什麼資格啊 而且有沒有堅持一中 有沒有堅持一中國表 有沒有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 所以今天你們講的那些根本就是 什麼承認啊 是你們消滅中華民國耶 你們馬英九總統啊 你們馬英九總統啊 我們尊重委員的發言 這個馬英九總統 消滅中華民國 你們講中華民國只不過是把它拿來統治當工具而已啦 當統治工具而已啦 是在欺騙台灣人民啦 壓榨台灣的利益啦 你們哪裡有把台灣人民放在心上 你們跟中國談什麼 有哪一方面有對等的這個態度在談 所以要這個來報告什麼 要在說讓人家背書啊 我們拒絕背書 謝謝議員經理委員 請李貴明委員發言 主席 立任同仁 在爹arry stro social 年 我们下期再见